四,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男人选错行业,会耽误自己一辈子 女人嫁错了老公,也会害了自己一辈子幸福 所以选择终身配偶这件事上 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以下是几种再穷也不能娶的女人 或者会后悔一辈子 一,满嘴谎话,见利妄议 自三看着那三高的女人 一般这一类的女人 她对未来的丈夫会不说实话 整日欺骗自己的老公 让自己的老公觉得 连自己的老婆也不和自己说实话 让自己心很累 就算遇到困难,也不知道喝水书说 以至于会发生矛盾 长期已久,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见利妄议的女人,也是非常难缠 她们会为了一点小利益 和身边的人大动干戈 以至于身边的人最后都疏远你 这三望着那三高的人 特别会拿别人和你作为比较 比方,如果说你邻居家的男人心买了车 她肯定会在你面前唠叨 会粗粗贬低你,让你男人的尊严一点没有 其实男人最怕老婆不理解自己 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 啊,对待老的不孝顺 对待小的不教育 心中阴暗 不善良的女人,这种女人娶到家 更是让自己苦不堪言 一是对父母的不孝顺 让父母到了晚年也享受不到 该享受的幸福 二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上心就教育 以至于等孩子长大后 别人也会骂她是一个没人教育的孩子 其实身边的女人如果对他人不善良 见不得别人比她好 这类女人对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说这样的人还是离你远一点比较好 否则真的会害了你一家的 三,喜欢刺激暧昧,水性洋花的女人 这种女人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就像一只偷心的猫 每天都想尝着鲜味 要不就感觉生活没有乐趣 她们就是水性洋花 总是依照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到处摘花惹草,遭风影蝶 她们喜欢刺激更是喜欢和男人暧昧 和不同的男人在一起才能体现自己的魅力 也能获得心里的满足 每个男人都忌惮自己的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 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避免 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未来不会被戴绿帽子 就离这种女人远一点